不过有银行亦都说由于有不少的存户近期兑换港币止蝕 银行反而要加息吸纳人民币存款 人民币自2014年1月的高位 每百港元兑77.6逐步下跌 两年间贬值大约1成1 单看今年起的7日以来也都已经贬值大约2% 港元和美元成为区内的强货币 首当其冲的是旅游零售业 有可能都怪到大陆 我刚才去看了一对鞋,大陆才买6千多 现在我抢港币好像买8千6 8千6我抢人民币,对方都要买7千3 入口的内地食品又怎样呢? 有粮油罐头供应商说 部分罐头和饼干的来货价最近降低最多3%至4% 但只是有小部分的零售价会跟随减减1%至2 例如有人工,有物流,或者有铺租,或者水电 这些都有上涨的空间 另外我们香港现在有近年头年尾 有这个运费和我们的人工的增加 所以工资的增加和人民币的贬值的话 是互相对消了 本港的鲜肉也都主要来自内地 有业界人士说价钱似乎供应多过汇率变化 如果是少的,价格高的 香港就会看乎那个价格来限量 如果工是多的,我一定要出镇 可能价钱,他不管你人民币 他一定要出来香港好过内销化 对于市民来说 较为肯定会得益的就是跟团去到内地玩 内地多数是有些酒店的费用 饮食,车,景点 或者是在中途 譬如有一些是内陆店的机票 或者是中途的高铁票 在那方面,如果用人民币来计 那个就会有个减价的空间 旅行社说人民币贬值 有助带动市民去到内地旅游消费的意欲 预计在未来农历新年的旺季 鲍团人数会比去年同期升一成